hello大家 我有把头发展回深色了 今天手把手交 先手画一个万能的上镜妆 教大家暑假逆时变美 装前就薄薄的喷一层 这种补水喷雾就好 要等它完全吸收了 再去进行下一步 哪个地方干的话 再局部叠加装前乳 夏天防晒还是少不了的 就给它顺一个方向推开 不然就会脱泥 可是要等防晒成膜之后 再去进行下一步 粉底液的用量不要太少 至少就一共半 夏天特别是你们用 持妆粉底的话 可以分区上妆 再局部少量多次的叠加 最后粉铺上的余粉 再带过眼部的暗沉 定妆还是我之前 跟你们说的 希望这种哑光的高光 坚定皮靴和面中 这边是不是一下就 品种饱满很多了 嘴角两侧也是 提亮这两个地方 会显得整个妆容干净很多 脸周沾上散粉 一定要揉匀了在上脸 相比起俐落的眉笔 我还是建议新手用这种 眉粉会更加柔和一点 先用浅色大致的 减充一下颜色 再加上深色 它是因为会 比较小的一种 制造立体的 新手实在不会画笔印 我们就用小一点的刷子 就点在这几个位置 然后用干净 逢中的刷子 给它阴染开 想把妆停缩的 所以我会把鼻头的最高点 往上 把仰光高光 涂得高一点 这样鼻尖就会稍微 有点点往上翘的那种感觉 内颜角也要提亮一下 一个显得你的鼻两更高 如羞绒更干净 下来观察一下自己的脸 我就会觉得 自己面中留白太多了 所以我就会 横着打我的腮红 几本再带拨一下颜色 新把肩膀夹翘 全部衣服内颜色 睫毛真的比眼影重要太多了 你们就直接买这种搭配好的 贴好就完事 素材 直接用这个素材笔画一下 然后用手指变 因为我人中比较长 所以我还会用这个来加深一下 最后再涂一个口红就完事了 你们记得将对 小红书